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一个人 讲一个普通的人 如果我现在问大家 孔子是什么人 各位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圣人呢 但是 如果你现在穿越回2500年前 当着他的面叫他一声圣人 他可能四顾茫然 他不知道你在叫谁 因为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圣人 就像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人人一样 他一定会跟你辩驳 说要说我是圣人和人人 我怎么敢当呢 原话是 若圣于人 则无其感 我就是个普通人哪 你可能会说 这肯定是圣人嘴上谦虚吧 然而 并不是 他就是这么想的 孔子出生那一年 他的父亲舒良和 66岁 是一个没落的殷商贵族后裔 之前已经有一气一切 也生过一个腿脚不太好的儿子 母亲严征在17岁 放到今天周岁其实只有15岁 这段跨越了49年的爱情 据说在当时根本不被别人认可 所以没有八台大叫 没有名媒正娶 有的可能只是周围鄙夷的眼神 一些人甚至还会过分地称他们为野和 之后就是普通又拮据的婚后生活 过了几年 严氏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 取名孔秋自仲尼 这个家庭没有因为小孔秋的出生而变得更好 三年之后父亲舒良和去世 母亲严征在独自抚养孔子 15年之后 这个终日为生活操劳的母亲也终于去世 从此以后孔子变得无依无靠 孔子成名之后也丝毫不掩饰早年的这段经历 他说我的出身实在是卑贱 所以我才会干那么多下贱活 五少爷贱 故多能鄙视 但是生活的磨难从来不能让一个坚强的人屈服 他只会让他在反复的苦难和打击中吸取营养 在长期的隐忍和反抗中积聚能量 最终这些都会变成他成长的条件 他的根会深深扎进着苦难的泥土 他的头顶会绽放出最鲜艳的花 十几岁的孔子就以好学上进闻名相礼 以知书实礼博得周围人的赞赏 他早年做过很多工作 比如文书、成田这样的小历 还管理过仓库 十九岁那年 孔子迎娶了妻子齐元氏 第二年 也就是孔子二十岁这一年 他的儿子出生 为此 鲁昭公特意送来了一条大鲤鱼祝贺 那一天 孔子实在是太高兴了 以至于 他就用这条鲤鱼 为自己的儿子命名 所以孔子的独子叫孔李孔伯鱼 三世而立 三十岁的时候 孔子开始开办学馆 招收学生 有人就过来问 说孔先生 像我们这样的贫苦人家 几代人都是种地 也需要上学吗 孔子回答说 有教无类 任何一个群体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 也都应该接受教育 那人又问 说那想来您这儿上学 要交多少学费呢 孔子和气地说 只要主动给我十条干肉 作为见面礼的 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无悔焉 孔子就是这样 一般教学 一边宣扬他礼乐 仁爱的主张 抽时间呢 还要整理那些古代的典器 当别人夸他能干的时候 他说 哎呀 我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只是好学罢了 只要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就一定能找到 像我孔秋这样 又忠诚 又厚道的人 但是他必定不如我好学 实史之意 必有忠信如丘者 然不如丘之好学也 随着孔子的名气越来越大 那些日后著名的学生 陆续来到他的身边 作为弟子三千 七十二贤人 比如有一个叫子鹿 他姓重名由 自子鹿 比孔子小九岁 是孔门的大弟子 他有一身无意 日后常常负责给 孔子赶车 子鹿好战斗 而且还有点莽撞 孔子喜欢他 这是方式有点特别 就是一直批评他 有一次 孔子意外的表扬了子鹿 孔子说 要说一个穿着旧皮奥 与穿着貂皮大衣的人 站在一起 而不觉得羞耻的 大概只有重游能做到吧 子鹿因为这句表扬了 高兴了很久 逢人就说 还有一个学生 叫炎回 姓炎 名回 自子渊 他比孔子小三十岁 是孔子一生最喜欢的学生 学习成绩最好 孔子后来回忆起炎回 说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 从来没有见他停止过 炎回家里困难 但是安平乐道 孔子曾说 一单时一瓢瓶 再露向 人不堪其忧 悔也不改其乐 后来炎回去世了之后 有人问孔子 你的弟子中有好学的吗 孔子说 本来有一个炎回 炎回死了之后 再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学生 叫子贡 父姓端木 名次 自子贡 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是孔子学生中 头脑最灵活 最聪明的 而且还非常会做生意 孔子后来周游列国 据说就是子贡出钱赞助的 但是聪明的人 往往就容易骄傲 孔子还要经常敲打他 比如有一次 子贡问孔子 说老师你看我怎么样 孔子说你啊 你就是一个东西 子贡不明白 又问 老师那你说 我是个什么东西呢 孔子说 是个饭桶 原话是胡脸 但是其实啊 孔子是喜欢子贡的 程度甚至一点也不比炎回差 除了这三个 还有一些 或者富于雄辩 或者常于外交 或者善于管理的学生 先后都来到孔子的门下 有了这些财气纵红的学生 和握在手中的真理 55岁那年 孔子决定开始周游列国 去主动推销他的主张 但是 在这个每天都相互攻伐 动辄横式遍野的时代 谁还会真正关心 礼乐和仁爱 他一路上经过曹国 宋国 郑国 陈国 楚国 魏国等等 一长串国家 结果是四处碰壁 孔子就是这样 一边是执政者们的打击 另外一边呢 还有一些人在旁边说风凉话 当时的隐士们 是相当看不上孔子的行为的 在周游列国的图中啊 有一个叫杰尼的人 他说天下现在都已经洪水滔天了 谁要不知死活的改变他呢 在楚国的时候啊 有一个叫街雨的孔人 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房走过 他唱道 他说凤凰呀凤凰呀 你的德行怎么衰落到这种地步 算了吧 过去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那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呀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孔子只能对着学生们叹息 说道 如果天下有道 我又何必带着你们满天下的奔走富豪 我们又不是受虐狂 你不做 他也不做 那这样的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呀 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心怀不轨的人 为了一己私利 怒得天下礼崩乐坏 百姓生灵涂炭 就这么不管也不问吗 这是君子该有的德行吗 63岁那年 孔子与弟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困绝粮 后来被楚人相救 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67岁那一年 孔子在魏国陪伴了孔子整整48年的妇人 齐元氏去世 年进古西呀 一个形单影制的老人终于感觉到累了 他或许也厌倦了 就在第二年 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燃囚的努力之下 季康子派人迎孔子归鲁国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至此结束 经过无数次碰壁 孔子只能无奈地回到鲁国 他仍然向当权者推销自己的主张 但是按照惯例 也仍然是无人理睬 他的学生们却非常受欢迎 后来 那些早年陪伴他周游列国的学生 也陆续地离开他出去做事情 其中一些还得到了重用 孔子的晚年非常的凄凉 沉重的打击接连的到来 69岁那一年 孔子的独子孔李去世 白法人送黑法人 孔子伤心欲绝 他似乎又想起了 鲁昭公送来鲤鱼的那一天 天地无终极 人命若昭霜 用后世曹植的这两句诗 来形容孔子当时的感受 是多么贴切 又过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孔子71岁那一年 他最得意的学生 言回病史 孔子垂胸顿足 老天爷这是要我的命呀 天要亡我呀 孔子的悲伤到了极点 就在这接连的打击之后 孔子觉得总应该 脾气太来了吧 总应该有一点好的事情 来冲淡一些他的痛苦和绝望吧 谁知道又过了一年 就在孔子72岁那一年 被他批评了一辈子的大徒弟子禄 也战死了 听到子禄的死讯啊 孔子什么也没有说 有人告诉孔子说 子禄的死是因为他的冠婴 在打斗的时候被击断 子禄当时想起了孔子 关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导 因为坚持要记好冠婴才被杀的 孔子没有评论 因为他知道 子禄已经是一个63岁的老人了 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 一个忠勇的 绝不退缩的 63岁的老人 战死那是必然的结果 关冠婴什么事 只是此时的孔子 再也没有力气表达自己的悲愤了 因为就在第二年 孔子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对于自己的死啊 孔子应该是提前有预感的 有一天啊 他突然停下来 正在修订春秋的工作 对身边的人说 黄河里再也不会有神龙 拖着八袜图出现了 落水里也不会有鬼神 附着洛书尔浮出水面 我的人生啊 也走到了尽头 此后 孔子每天拄着拐杖在门口张网 他在等一个人 很多人都回来看他 孔子只是摇头 并不多说什么 终于有一天 子贡回来了 孔子说 次呀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呢 我这一切交给谁来继承呀 现在天下大乱 世上的人都不采纳我的主张 泰山就要塌了 梁柱就要折了 有聪明才智的人也要死了 我听说夏朝人死后葬在东节 周朝人死后葬在西节 殷商人死后葬在门前的两个门柱之间 我就是殷商人的后代呀 前些日子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被人祭奠 大概是我也要死了吧 果然 七天之后 孔子去世 终年 七十三岁 孔子的弟子和崇拜者们一起把孔子葬于鲁城北 四水岸边 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 三年之后大多数人都走了 唯独子贡为孔子又独自守墓三年 子贡离开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政治上 他作为鲁国的大夫 游说了吴国 齐国 楚国等国 使自己的国家免于战乱 在经济上呢 他做生意做得非常大 积累了特别多的财富 碰巧就在这个时候啊 社会上有一波人发出了贬低孔子的论调 其中有一个叫叔孙武叔的人 就四处黑孔子 而且就把子贡拿出来说事 有一次啊 这个叔孙武叔啊 竟然公然在朝堂上说 说孔子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学生子贡就比他强 子贡 贤于重宁 有一个叫子福景伯的人 就把这话告诉了子贡 子贡说 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一套别墅 那我这套别墅呢 围墙很矮 则到肩膀 所以啊 他一跌脚就能看到 里面的房子盖得不错 装修得也很好 我老师呢 围墙有树丈高 他连门都找不到 他哪知道 他老人家宗庙的壮观 房屋的富丽 后来啊 子贡见到了叔孙武叔 子贡说啊 先生不要以为这样做有用 众尼是毁谤不了的 其他人的贤德 那好比丘陵 看起来虽然高 但还是可以逾越的 众尼的贤德 那好比日月 那是无法逾越的 人随于自觉 其和商于日月乎 多见其不知量也 你这是不自量力 还有一次啊 子贡跟一个叫陈子琴的人聊天 当提到孔子的时候啊 子贡就肃然起敬 这个陈子琴看了就非常不理解 而且很不以为然 他对子贡说 说您这做的有点夸张吧 难道种泥比您还贤德吗 子贡凛然正色说道 说先生你说话可要小心啊 君子可以通过一句话 表现他的明智 也可以通过一句话 泄露他的愚蠢 所以讲话不可以不慎重 我们夫子的高不可及 就像是天没有阶梯 可以爬上去一样 如果夫子有一国一庆的位置 那他叫百姓立业 百姓就能立业 引导百姓 百姓就能前行 安抚百姓 百姓就会来归顺 动员百姓 百姓就会和谐 夫子生时荣耀 死时哀息 我如何能赶得上他呢 就如子贡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孔门弟子的维护之下 孔子的思想在其死后 得以继续传播和发扬光大 不断的影响和修正着 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内心 而他本人最终也被尊为 大成至圣先师 为万事敬仰 从表面上看 孔子他是失败的 用北大李宁教授的话说 孔子一生如丧家犬 我们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 孔子的命运是必然的 因为孔子主张实行的周理 他的基础是这个国家 是一个士族宗法制国家 在这种制度下 有一层原始士族民主的默默温情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历史必然有早期的士族宗法制 向前发展达到更为发达的地域国家制 应该说 以君主集权专制 代替士族家长制 有他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 历史是澎湃前进的 不可阻挡的 但是我们还说 孔子的思想仍然是伟大的 他的伟大有很多方面 比如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在2500年前 在这个世界 绝大多数的地区的人们 都笼罩在各种原始乌文化的时候 通过各种恐吓或者利诱 再结合神神鬼鬼的描述 使人民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 进而推销他们的主张 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哲学派别也是一样 比如墨家就信鬼神吧 只有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主张尽鬼神而远之 为之生 焉之死 孔子的这一切 并不需要宗教的狂热 或者神秘的不可证实的教义 李自厚先生说 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 既阻止了思辨性的发展 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 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构成了一种性格 一种思想模式 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成续的一种 既清醒理智 又温情默默的中庸心理 不狂暴 不悬想 贵领悟 轻逻辑 重经验 好历史 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 建立在理性和世俗的基础之上 孔子不遗余力地渲染 理的规范 阅的疏导 通过不断地向人们推广 人 意和爱 来弥补和修复当时那个支离破碎的社会 毫无疑问 这种思想是整个世界处在神无充斥的浑水中的一股清流 也是整个古代人类文明货架上的一款最高贵的精神产品 孔子他还是个乐观主义者 他舍弃了那些宗教悲观主义的初世观念 他肯定人作为一个人 他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 很多诞生于古代的哲学思想 常常是依靠禁欲来营造一种神秘的面纱 相比之下 孔子思想呈现出极度的枣数 这是至少跨越了2000年的现世人文主义精神 孔子之后以儒家为主 以法家为父 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有着理性思维的世人阶层 就是一个稳定的知识分子阶层 从此以后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只能影响到底层人 再也很难同化有着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阶层 我想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是属于这个阶层 所以我们才能够非常理性地坐在这里探讨问题 丝毫没有障碍 要知道在漫长的时间里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幸福 而且孔子看似是高高地站在统治者这一边 但他实际上关心和体恤的是底层百姓的疾苦 所以他在周游列国不受待见 就是因为他在治国理念中 总是为底层人民考虑的太多 不像法家和墨家那样 对底层人民管制的那么严酷 每当想起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为了让天下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他坐着一辆颠簸的马车四处奔波 周游列国 我总是能想到一首诗 《病牛》 本来写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就是我们能不能也递上一支话筒 采访一下他老人家 看看孔子在最后的日子里 他还有什么想说的 时间呢就选在他去世之前三天 当他站在门前翘首期盼子贡归来的时候 您好父子 我是一个来自很遥远的后世的人 我们能就我们后世人关心的一些问题 跟您交流下意见吗 好吧 只是我的眼睛已经很不好 耳朵在去年的时候也开始背了 我只能尽力回答吧 第一个问题 您医生想要回复周理 为了推广您的主张不断的奔波 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结果 您后悔吗 我知道你就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事情挑战严峻就退缩 不能因为考虑自己的境遇就屈服 即使那些人现在不接受我们的主张 但是以后也可能会接受呀 即使不会全部的接受 也可能会部分的接受呀 我能找到自己钟爱的事业 并且付出所有的努力 那就是莫大的幸运 没什么可后悔的 第二个问题啊 您在遇到绝境的时候 比如在匡壁遭到匡人围攻 或者在陈菜之间绝粮的时候 您真的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就像你听说过的那些事情 我遇到过挫折 也经历过困难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那行第三个问题啊 咱们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据说您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侍奉天下大汉 有一次粮食齐缺 就是大家都不顾吃 您呢就让此路做饭 有一天呢 您走进厨房碰巧看见子路在做饭的过程中 抓了一把饭掩面而食 您虽然很不高兴呢 但是也没有当场说明 这是走开了 第二天呢 您问起来昨天的事 子路就解释说 说在盛饭的时候 一些米粒掉在了土上 收纸已脏弃之可惜 于是呢就捡起来吃了 您明白是错个了子路 就感慨道 说惊慕之事又恐为真 过耳之眼焉能全信 这个事情真的发生过吗 这个话是您说的吗 也许时间过得太久了 我记不清你说的事情了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 子路是宁愿饿死 也不会偷吃一粒米的 子路是我的学生中跟我最久的 也是最让我遗憾的一个 如果我对他的教导换一种方式 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好 那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 您去世之后呢 您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会把您的医生教导 整理成一本书 那您希望他们在里面 主要写些什么呢 我并不希望他们这么做 如果他们非要做呢 我只是希望 他们别只记录我好的方面 正确的方面 一定要把我说错的话 做错的事 也一并写进去 让后人知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